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温暖的浴池中泡澡能有效消除疲劳 这大概就是日本人独特的养生之道 因此家人一起泡澡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来可以节约热水 二来可以培养亲自感情 据统计 半数以上的日本女孩都曾和父亲一起泡过澡 甚至有的女孩在成年后还会和父亲一起泡澡 在日本某论坛 有网友提问 20多岁了还和家人一起泡澡 奇怪吗 23岁女星北见直美 就曾在节目中曝光过自己跟哥哥和父亲一起泡澡的画面 在早缸中直美跟一直看着漫画的哥哥聊天 并分享自己最近的日常 因为雨刚小 只能两个人跑 哥哥出去后就换成了爸爸进来 同样也是会聊聊工作与近况 还有计划一下家族旅行 我们可以看到 直美与哥哥爸爸从进门到淋浴 都是互相坦诚的状态 但是却都很自然 丝毫都没有害羞的感觉 日本女星如月沙耶更是夸张地表示 自己30岁之后还会和父亲一起洗澡 你以为这就完了 不不不 日本浴室里的奇葩事可不止这一件 去过日本的小伙伴 或许都曾在日本的浴室里见过这玩意儿 当你看到凳子中间的凹槽的那一瞬间 难免乱了针脚 你找不到合理制吞的方位 只能从旁边日本朋友那投尸 根据生活常识 凳子用来承托贵吞时 瘦力面积越小 则压强越大 这种设计相当于坐在两个机脚上 有点像坐老虎凳 按理来说 这不会太舒坦 但用过的都说好 坐下是有讲究 凳子的凹槽走向必须和哈利波特 其扫帚的直线保持一致 学会用臀感受它恰到好处的契合与疏离 如同宝刀归桥 又似如燕灰巢 为了赞颂它流出通道 方便倒车入库的人性关怀 也有人干脆称它为南凳 事实上 网上对这种凳子的正式称呼各执一词 有人认为 在护理业界中万能凳子才是正规说法 因为坐上这条凳子就能干很多事 也有人表示 护理用凳子是一种典型的人性关怀衍生产品 毕竟洗澡的时候坐着比站着舒服 松弛比紧压愉悦 其中有一名日本网友在Tajeta论坛发帖 即使快递单上标明是护理洗澡用凳子 但快递最好不要当众打开露出包装盒 因为总会感觉有些羞耻 如果你在购物网站上搜索护理用凳子 得出结果款式多样 根据All About生活信息网站统计 日本有使用洗澡凳子习惯的人高达70.2% 跟常见的小板凳不同 这种凹型凳的高度多为30厘米 它经过精心设计 让你善待自己膝关节的半月板 另一方面 如果凳子高度太低 长时间保持坐姿还会影响工学 站立时也会增加跌倒的风险 你联想一下自己蹲坑久了脚麻 就该懂这个道理 在长期护理领域 凹型凳拥有普通椅子无法企及的硬实力 因为无论男女 关键部位总是地形复杂 它容易脏污纳垢 是清洁功课的重中之重 以医疗机构为例 针对那些行动不便的病患 不负责任的护工通常都是糊弄几下就算完事了 根本不碰病患的底盘 你也没脸提醒对方去集中清洗 而凹型凳的存在本身 就是一种表达 你看到的是下尘式通道 护工看到的是动作标记点 如同滑雪塞道里的奇门 凳子承担了一部分保健作用 这是它肩负的使命和担当的价值 除了正规的病患护理外 它也是很多人居家喜悦的贴心单品 它的高度 做着清洗等产品特性 对下肢乏力的老年人十分友好 早年在外就有爷爷的生命里圆圈的美誉 简单来说 就是老头了 日本网友就呼吁 我希望公公浴室的凳子都能采取这款 我觉得它很卫生 因为它只碰到臀部外侧 色彩是一门学问 总有些细致的人会从其中扎磨出身意 比如对面15楼家每夜都会亮起的粉色灯光 你就会想想是不是里面有凤凰出现 凹型凳通常是金色的 没有人真正知道为什么 但这就是目前日本业界的共识 尽管服务和消费级别各有不同 一把中部下线的溜金凳子 就是共同撑起的门面 作为个人长期的护理产品中 凹型凳不应该用金色 应该用奶油色和蓝色 便于大众购买 以亚马逊顾客评论道 在董行的老司机眼中 金色的凹型凳就是无垢天堂的象征 你打开门看到它 就像在老网友里爆出一把传说级别的装备 那一瞬间你就明白 这个副本下对了 能上的都是属手 它是人与人之间产生羁绊的连接 见证过灵魂的洗涤与腾空 也描绘出思想的纠葛和混沌 那个凹槽就是属于你的秘密通道 你在摸索中也能无识自通 康复中心也会设置黄金玉凳 为护理人员减轻负担 不仅拉上了地方档次 显得富丽堂皇 还有用熟悉物件勾起病人美好回忆的奇效 有前台小姐分析 她还能提升入住率 参观疗养院环境是入住前的常规流程 浴室里摆置的金色凹型凳总能让它们眼前一亮 左边的凹型凳是另一款便是 可以在你洗澡的时候方便放东西用的 浴凳一般都有两个拖架 根据你的浴室的空间 拖架的大小宽窄 长短都可以选择 但是最好还是补锈钢板的 不生锈还结实 如果是普通钢板的 则需要方锈处理 在选择上面的板子 一般都是条形板材 根据拖架的宽度 长度可以选择不同宽度 不同长度的 材质的选择目前也有很多 塑料 木质 金属 人造板 据说还有玻璃的 总之就是各式各样 坐下的那一瞬间 你脑海里闪过这条露天通道的去处和来游 接着感受穿越山体的隧道 以及通道中流动的风 你化身为天 是隧道顶部的冷峻山峰 感受冰雪出容 或阴转小雨 或清泄山洪 随着花洒开启的不同档位 只要体验过一次 就很容易感叹发明者的天才之处 说到底 读者觉得它是真的很有用 人总有不方便的时候 独自死撑并不划算 也说不清什么时候就需要他人的帮助 所以说如果你看见别人家里有这种凹型凳 请不要戴有色眼镜 或许有一天 你也会用上它 既然说到了日本 那读者就不得不为各位再好好介绍介绍日本的奇葩发明了 顾名思义就是让你的屁纹起来像的胶囊 这个胶囊里富含膳食纤维 浮下后能在体内散开 有效去除臭味元素 并提供香草味和樱桃味两种选择 想象一下 在尴尬的时刻时放出香味 或许能让人人均不惊 想要更轻松地操作手机或iPad吗 日本发明的这款硅胶纸套能帮你实现愿望 只需将纸套套在手上 你的手指就会变成1.5厘米 从而更方便地操作你的电子产品 这款纸套不仅具有创意和实用性 而且上市以来销量可观 此外 它还能放汗 保湿和防干裂 为你的手指提供全方位的保护 跟字面意思一样 一个符合女性解剖结构的枕头 但是只有臀部以下的部位 起初这个玩笑之作 并没有人认为真的会有人去买 但是架不住日本宅男多雅 如果你有个胸膛形状的毛绒枕头 上面连着一只90度张开的胳膊 随时准备拥抱躺上来的人 你会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 制造商将这种抱枕命名为男友避震 并且宣称其为独手空规的女性最舒适的享受 这种可继续的靠电用记忆海绵制成 并且内置了震动闹铃 可以在早上叫你起床 这项有趣的发明不仅舒适 还兼具实用性 但为什么在读者看来有种淡淡的忧伤 日本曾推出一款名为机械装甲短裙的设备 它会从妹子们诱惑的短裙下面伸出两只手 这两只手的用途可大了 据妹子说 它能辅助读书看报 拿手机 喝水 还能防止色狼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的 虽然现在还面临控制和能源的问题 但试想一下绝对领域下面出现两只机械出手 不知道各位绅士是兴奋还是害怕呢 当我们单独使用眼药水时 似乎一步小心 眼药水就会进入我们眼睛周围的其他区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日本人发明了一种非常奇怪的产品 一种可以搭配一个小漏斗的眼睛 旨在方便眼药水进入眼睛 使用时 你只需将其放在脸上 并将头向上清洁 使眼药水落入漏斗 然而 尽管它看起来很容易使用 但它实际上相当重 由于漏斗必须与将进入眼睛的眼药水接触 所以每次使用时 可能还需要对其进行清洗和消毒 在社交媒体上 你经常可以看到许多人炫耀他们的完美身材 例如 一些男性拥有发达的肌肉 让很多人羡慕不已 要获得这样的身体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努力 有时甚至还需要专业的帮助 然而 日本人发明了一种肌肉内衣 似乎可以骗过人们的眼睛 这些内衣有垫子放在胸部 以创造拥有强大胸肌的错觉 还有一些款式 甚至允许人们拥有甲腹肌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